嗨,各位益店員的好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早上到我們的園子裡面來 然後老媽告訴我那邊倒了一串香蕉 結果走靠近一看,哇,真的是倒了一串香蕉 這一串香蕉的熟度以目測來判斷大約有7到8分熟 甚至已經接近到8分 所以它基本上也是可以經由我們的後手程序來享用 那我就想到了,那我工具剛好有帶 所以我打算來取消香蕉筆 那取消香蕉筆之前,我要先介紹一下工具 因為當初我也是經由網路上來學習到了 到最後我已經可以是在,就是兩個刀的方向 就可以把香蕉筆取下像這個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再將這樣的影片分享出去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好朋友自己再去練習 首先我要特別介紹一下這一支的香蕉筆 各位看到這一支香蕉筆 這支香蕉筆當初是我跟我屏東的好朋友 當初去屏東市逛屏東的花燈的那個活動的時候 經過了屏東的那個打鐵店 它在屏東市的民生路 它叫做雙中鐵店上面都有 上面也住寄了180元 那我要特別講我不是業配 我純粹只是因為這是我的第二支香蕉刀 那為什麼要特別做這樣的介紹 因為它當初號稱這支香蕉刀是不黏膠 那當我使用過後我發現它的非常好用 不黏膠完全不黏膠的狀態我不敢說 因為偶爾有些時候你還是會看到上面留一些膠 但是跟之前我使用的一般的那一種香蕉刀 已經好很多很多 那另外一個最好的就是我不用去磨它 大概賣的老闆也說我自己可能也沒有辦法磨得很好 所以這一把刀是我第二把的香蕉刀 相當的好用要推薦給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你可以一樣畫葫蘆 OK那現在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香蕉筆取下之後 一般我在處理香蕉筆我都是由末端 然後一路往前去分割 那分割的時候一定要小心最好是安全戴手套的工具 再來刀子的使用方向是由外往自己的方向拉 這樣子是因為你自己可以控制力道 你不容易去傷害到自己或是周圍假設有其他的人 所以我的下刀的方向請各位看一下 那下刀刀刃也不要伸得太進去 剛好就好了 刀刃尖尖的往裡面 然後你看到那個方向 我畫出來的時候不會傷到在上面這個就是一個合適的 不要太深太深等一下一畫會傷到底下膠條 所以我大概在合適的地方往自己的方向一拉 然後拉一個方向 也許我給他兩刀 我這樣講兩個方向 OK這樣子下來之後我再把它反過來 反過來第二個方向 然後看好他的方向 跟著這個方向不用反 然後看好他的方向 這樣子過來會傷到我的香蕉筆 所以我大概再找這個方向 一樣往自己的方向拉 OK 這個取下來就是一個 跟專業的膠農取下來的香蕉筆 我覺得差異就不大了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我的刀子 畫下去之後就相當的平整 相當的平整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地方要再補一刀 那就是三刀也可以 就看各位好朋友你想要怎麼樣去取下你的膠筆 那我就再示範一次 這是第二瓶 然後我就把它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相當相當的漂亮 然後注意 香蕉刀非常的鋒利 所以請你務必要小心 那我就會再移動我的膠條 香蕉條再把它移動一下 因為我強調一個 這個工具有危險性 使用之前方向各項一定是在最確認的狀態 不要慌不要急 再看看一次喔 好伸進去合適的 不要太深喔 好來 往自己的方向拉 非常的鋒利 嘿 輕輕的一拉 第一刀下去了之後 第一刀下去之後 再來第二刀 好第二刀看 注意它的方向 你看這樣子會上到膠條 所以合適的地方 再向 第二刀 這樣有水嗎 那等一下我們再利用到原子裡面的水源 可能再清洗一下這些香蕉 讓它在陰難的地方晾乾之後 我們再帶回家具之後後續的處理 OK 這就是今天我利用這個機會 跟各位分享 怎麼樣把香蕉串的香蕉 一筆一筆的拿下 記得一把好的工具 安全的手套 合適的方向 細心的動作 那祝各位喜歡種植香蕉 也可以把你的香蕉取得非常的漂亮 那今天分享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